我怎麼感覺到立法院的瘋變了 立法院本來是三黨不過半 大家各自合眾連痕 可是我們覺得 現在藍白河的味道越來越明顯 剛剛講的黃國昌以前多驕傲啊 他人啊 驕傲的鳳凰 結果呢 他現在 剛剛講的 他現在越來越跟國民黨靠近 而且 現在鳳這個韓國瑜 馬首次三 連戰狼小姐姐 今天都肯定韓國瑜 這到底怎麼回事 寶樂哥 你相信民眾黨講的話嗎 不能相信嗎 對啊 你代表你脫離江湖太久了 我跟證 我跟證 是你脫離柯文哲太久了 你太久沒有聊柯文哲了吧 各位 請問柯文哲騙過你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數都數不清了啦 你怎麼還會相信民眾黨 他又在騙人了 當然嘛 來 各位 你要先理解一個概念 現在對於國瑜 所以 現在是眼睛頁障重 對對對 眼前都是黑的 遇到民眾黨 各位 你要把你的政治腦放下來 再度把我們應對詐騙集團的 SOP守則拿出來 再仔細看一遍 變成 詐騙集團SOP 當然嘛 我問一下 請問一下當初柯文哲 要跟國民獎合作的時候 他先做什麼 我是你的好朋友啊 我們共同反律啊 然後等到合起來 嘎揍會之後 是不是開始跟你勾勾底 那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要吸損你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黃國昌也好 看到陳志涵也好 你看懂了吧 都有所求 看一下不是表現很有善嗎 我都聞到那個善意了 這個叫做迫不得已 那我訪問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東西叫做結構功能論 阿俊哥你知道結構功能論是什麼嗎 什麼東西 結構 他會決定你該發揮什麼功能 那我問一下 現在政壇的結構是什麼 這只有兩種啊 挺律 反律 就只有這兩種大旗嘛 請問民眾黨只能選擇這條路線嘛 那我就問他如果走所謂的民進黨路線的話 他會有舞台 會有美光燈 會有焦點嗎 沒有 當然沒有嘛 我就問啦 所以他在這個結構中只能這樣做 他只能選擇反律嘛 不然我給我舉個例子你就懂了 你覺得如果今天黃國昌 跑去跟陳建仁波波踏踏拍他馬屁 然後他就可以選得上新北市長了嗎 不會 馬上下課 根本都不用玩了 所以在野黨只有一個功能 只有一個天子叫做監督執政黨 所以這個結構我們確定了 你就懂了嘛 因為民眾黨他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而如果他要再也就選擇 那你就在立法 你就抓到那你幹嘛跑到新北 今天剛剛講的侯友宜辦里長做談會 他很早就跑去然後有什麼事情 你交代我全力以赴 還乖乖的坐在那個地方 全程的聽 這個所謂的 聽他這個侯友宜演講 保安哥你要先理解黃國昌 他是什麼政黨 他是民眾黨對不對 那黃國昌是民眾黨什麼派系 他叫騎牆派 就專門坐在城牆上 看哪邊有往先有縫 我就往哪邊鑽 他有沒有看到新北市有縫出來了 有嗎 新北市有縫嘛 黃國昌才會鑽嘛 不然你以為他怎麼會去 跑去新北市那邊 我就問一個問題好了 請問侯友宜現在主義的 接班人選是誰 不知道 沒有人選嘛 所以他是不是聞到這個味道了 請問今天是劉荷蘭嗎 好像也不太對 不洪夢凱嗎 洪夢凱最近也說啦 說我還要再學習 我還要再成長 對不對之前摸了一鼻子 灰藍白河 然後被打得滿頭是包 那請問一下還有誰 不知道 各位就是這個選而未決 讓黃國昌嗅到這個味道了嘛 所以他才會跑去侯友宜 在板橋這個行動座談會 保健哥 你知道最玄妙是什麼嗎 黃國昌介紹侯友宜 你知道他第一句要問他是什麼 什麼 市長 我可以參加這場 我可以參加嗎 我聽你這樣 他什麼時候這麼卑微過了 你早就跟侯友宜聯繫好了 各位不要開玩笑了 黃國昌如果不是事前 跟侯友宜聯繫好 他敢去到現場去 然後直接還在那邊 假行星的說 可不可以來可不可以來 如果侯友宜跟你講不行耶 那麼你要對著他大喊 太離譜了 這不可能吧 早就聯繫好 所以不要演戲 那我就問即便說侯友宜他的角色 各位你要搞清楚耶 現在才選舉過後幾個月 兩個多月 那柯文哲現在還在做什麼 檢討選舉耶 那侯友宜是柯文哲的什麼 最大的政敵耶 你怎麼會私下跑去 跟最大的政敵 然後暗通款取 然後跟他講說 新北市共榮 新北市共好 而且保健哥 他這個戲 黃國昌厲害就在這邊 一般人如果我們要轉換姿勢 倒還會有點抱歉 他沒有 他沒有 好無掛耶 他說侯市長 是我們新北的大家長 如果侯市長有需要 我義無反顧 兩臂插刀 我鼎力相助 他說侯市長最認真 最打招 拜託 這些話我都講不出來了 就黃國昌沒關係 他就講得出來 而且 他真的變了 這個聯合報訪問他說 他也拚命中 面帶這種 勉腆的效益 你就懂了嘛 對於黃國昌而言 他現在把所有 程碼跟全部的希望 寄託在誰身上 侯友宜啊 因為我跟郭威 講一句白話文啦 新北市如果沒有侯爺的支持 保律哥 你覺得誰取得上嗎 沒有 一定要現任市長支持嘛 所以黃國昌很清楚這件事情 他如果想要玩 就得要往那邊倒 但我就問 請問這符合柯文哲的利益嗎 不符合吧 當然不符合嘛 柯文哲現在就整天想著說 我要怎麼把我身價抬高 結果你給我背誓 我好不容易 才去見了蔡英文 帶小草給他 把台灣交給我 好不容易可以變成綠色的樣子 結果你黃國昌在立法院 大鬧天公說 我願意遵守 韓國瑜的議事規則 一切按議事規則走 就逼了誰 逼了黃珊珊 最有就範了嘛 欸各位 我要幫他廣為宣傳 黃珊珊第一時間說什麼 說韓院長是草包 韓國瑜這個不熟悉議事規則 所以呢希望他能夠有補證的機會 結果隔了三天 馬上改口 理由很簡單 黃珊珊改口了 黃珊珊你改了嗎 為什麼 實事難打 但保洁哥 這時候我們要回歸到一個問題點 為什麼黃珊珊第一時間要講說 他要罵韓國瑜要挺民進黨 因為他未來選台北市 只能跟誰合作 民進黨合作 只能跟民進黨合作 所以我跟你講 這些人 沒有一個人把柯文哲放在眼裡 都各自在各自的盤算 所以跟各位報告 這根本不是真正的藍白盒 不要被騙了 而是柯文哲他現在獨守空虧 沒想要底下兩個大將 各奔東西 雖然夠死而已 這位置 我脫離倡壺太久了 我脫離柯文哲太久了 我居然看不及我還被他感動了 真的 你完全沒有想到 就是他們現在開始玩什麼把戲 你知道玩什麼把戲嗎 你先看一下黃國昌 當時是2012年的黃國昌那個樣子對不對 跟他跟那個韓國瑜抱在一起的黃國昌 有沒有發現黃國昌哪裡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頭髮分線不一樣 頭髮分線不一樣 他們現在有人說 其實有兩個性格的黃國昌 一個字又分一個黃國昌 那個黃國昌就是當時小綠的黃國昌 那時候的黃國昌就是會 對於這個國民黨很多 所以他不同的髮型代表他不同的立場 現在已經有網友開始在分析了 他說不然你完全 你看他現在是左分的黃國昌 有沒有發現 真的是哪一邊 反正就是兩個分的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 這真的耶 對 我就沒有辦法從這裡分 對 然後他們就 因為髮線不一樣 他們說髮線不一樣 是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人格 他人格開始出現很大的轉變 大家不要這樣笑 這是真的有網友這樣講 他說不然你沒有辦法去解釋 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 當時你講的韓國瑜 走在殺死場那邊 然後說什麼一個政治人物 可以搞成這樣 然後什麼貪污腐敗什麼的 裡面都是廢棄物 對 然後你現在可以跟韓國瑜 整個這樣抱在一起 然後你現在又可以跟 我跟你講今天最好沒有一件事 你知道是什麼事嗎 就是黃國昌 他就在立法院質詢 他就很生氣 他就說 為什麼我們監察院院長陳居 他的車子裡面 可以有立法院長的酒 然後大家就心想說 為什麼監察院院長的車子裡面 不能有立法院院長的 就是那種什麼紀念酒 結果他老半天 他的黃國昌意思就是說 你身為一個監察院長 一天到晚就跑去那種 就是去走那些行程 然後拿這些就開始在炮轟 然後大家心想說 這個有相關性嗎 結果問了老半天 後來發現 那個監察院院長辦公室說 那個酒裡面只有盒子 結果打開來裡面是沒有酒的 因為那個是司機拿來裝東西的 結果這一個東西一出來之後 大家想說不對 黃國昌 你之前不是買臉通紅嗎 然後不是那個 那時候柯文哲跟副婚 請吃飯買臉通紅 他那時候講了一件什麼事 他說那個陳雪生委員的那個 給我那個媽祖的酒 我一開始對於這種什麼花酒 我都是全部都退回了 結果陳雪生委員在打電話 他通電話給我 那個國昌委員 你在給我退回來 我在很傷心 這個我沒有要跟你幹嘛 我沒有特別要對你有什麼的意思 這只是我一點點心意而已 結果他說 他溫暖了我的心 所以當下 他被陳雪生溫暖了心 他就把陳雪生的 溫暖我的心 對陳雪生媽祖的酒送給他之後 他退回 他打電話跟他講說 你這樣我很傷心 然後講老半天之後 他說這個酒溫暖了我的心 結果一個立法院院院長的酒 放在陳雪的車子裡面 他說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可能有什麼樣的不好 所以你就會發現 黃國昌現在看事情 你會講同樣是酒 你也不要茶家醉 那為什麼 因為藍綠不同 因為黃國昌分線不同 他現在只要遇到藍的 他現在變成左分的黃國昌之後 他就會覺得 所以一切都非常美好 那當然 剛剛那個是比較區域玩笑話 真正的關鍵點是什麼 就是他現在做他的政治生涯 最後一搏 新北市市長這一搏 如果他再沒有 其實講很簡單 現在民眾黨讓你靠航也多多兩年 那之後也要看你自己去拼個本事 那他為什麼突然之間對於侯友宜 他之前2018年的時候 嗆侯友宜嗆什麼 嗆得多難聽到說 你都沒有不敢跟我出來辯論 然後講一大堆 如果有的沒有的話還講說 我們把選票 把侯友宜收回去當新北市市長好不好 然後結果現在成為新北市市長 你應該要喘不提 兩類插刀了 對 現在兩類插刀 我可以願意 新北市有需要我們什麼服務的 我可以願意配合 然後願意這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其他什麼事情 過往講的什麼東西都不重要 唯一有一件事情重要 如何延續黃國昌的生命 政治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不能相信藍牌盒是假的 黃國昌這個動作去參加侯友宜的這個 新北行動治理座談會 這個不容易 為什麼你知道 你知道座談會的對象是誰嗎 里長啊 全部是里長 所以侯友宜不容易 侯友宜願意讓他來 這個是 這個對國民黨的立委非常不公平 因為里長就是最重要的 調阿咖的 對啊 他是每一個鄉鎮 每一個他29鄉鎮 一個鄉鎮一個鄉鎮半 然後侯友宜的方式就是 他不跟你中間那些有了沒有的溝通 就直接跟里長喬 對 侯友宜的個性你也知道嘛 里長有要求你拿出來講 我如果做不到 我給你躲起來沒關係 那你如果輸了想我給你想 他就很簡單 直接縮短跟基層的距離 這是他在新北自己的基本原則 所以他這個已經走到了板橋走好幾 好幾站了你知道吧 結果中間什麼黃國昌能夠進去 對 所以這代表侯友宜 他對這個未來的新北的人事的方面 他是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你知道嗎 因為很簡單嘛 這樣一搞的話我請問你 侯友宜卡在哪裡 對 最少我要跟 一下整個里長都做會 人家都跑來了 人家都跑來說 這個市長我能來嗎 那侯友宜能跟他講你不能來嗎 不是 那我是侯友宜的話 我就會把黃國昌要來這個事情 我通知其他的人一起來嘛 大家一起來 葉原子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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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昌那都不重要 就說我家好家 你為了家 有意願的人做會來打拼嘛 你很愛講做會打拼 那為什麼你 就可以稀釋他了 對 你變成只有黃國昌 那這個你要知道一個選舉多麻煩 新北市多大你知道嗎 最大的票倉的板橋 結果他居然能夠讓他進來啊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居然沒反應 後來我暗中私下聽說 某位立委的媽媽 已經開始在喬時間了 我就知道了 我不要講誰啦 因為我 大家 所以他這個就是 第一顆石頭丟出去了 春江水卵鴨先知 後面的笨鴨 有跟上嗎 跟進跟進跟進 通通來了嘛 我現在來點兵點將給你聽嘛 現在國民黨類就好 不要談別的 結果黃國昌一衝進去 黃國昌如果 跟國民黨合作選舉的話 會不會勝選 會 百分之百勝選嘛 因為國民黨派什麼都沒效啦 第二個問題我問你 這個賴清德 是不是一定要把新北市 一定要把新北市 當主要的一個戰略堡壘 沒錯 他要連任 因為他連任一定要攻新北嘛 對 他排最強的強棒出來打嘛 打贏了之後 2028順利打正 對不對 所以新北市戰略據點嘛 所以你說2026新北最血腥 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 反過來看國民黨 如果今天新北被國民黨輸掉的話 我問你 侯友宜政治生命結束 沒了 朱立倫呢 也沒了 也沒了 兩個 所以他們一定要贏 所以這個是戰略要衝嘛 絕對不能讓的一個重要據點嘛 他居然這個時候呢 最不起眼 最不可能當選人叫黃國昌嘛 那其他多少人我算給你聽 外面有傳的有劉荷蘭 有李世川 有洪孟凱 對不對 還有我前段時間有訪問過那個 那個連勝文 連勝文也不錯啊 我看他對不對 他有去新北 沒關係